原料 锅底原料 酸菜50克 老豆腐100克 高汤200毫升 泡小米椒50克 姜末、蒜末各15克 大葱碎适量 锅底调料 盐8克 鸡粉5克 胡椒粉3克 料酒10毫升 芝麻油 食用油各适量 蒜煮原料 猪蹄块250克 去皮土豆50克 豆腐50克 西兰花70克 芥兰50克 水发粉丝50克 做法 洗净的酸菜切段 切条 洗净的豆腐切厚片 切块 洗净的泡小米椒切粒 土豆对半切开 切片 洗净的豆腐切十字刀成方块 洗好的西兰花切小块 沸水锅中倒入处理干净的猪蹄块 汤烫约两分钟 至去除腥味和脏污 制作指导 汤烫猪蹄的时候 可以放入料酒和姜片 去腥效果更佳 营养分析 猪蹄是优质的美容佳品 它含有胶原蛋白 脂肪 碳水化合物 钙 磷 维生素A等营养成分 具有风机润肤 撞腰补锡 补元气等作用 捞出汤烫好的猪蹄块 沥干水分 装盘待用 酸汤锅底做法 用油起锅 倒入姜末 爆香 放入切好的酸菜 倒入蒜末 翻炒半分钟 至飘出香味 倒入切好的泡小米椒 炒匀 注入高汤 加盖 用大火煮开 揭盖 加入盐 鸡粉 料酒 放入切好的豆腐 稍稍搅匀 烧煮三分钟 至沸腾 倒入胡椒粉 搅匀提味 放入大葱碎 淋入芝麻油 搅匀调味 烧煮一分钟 至入味 将煮好的酸汤锅底 盛入电火锅中 高温加热煮开 涮煮过程 待电火锅煮开 放入汤烫好的猪蹄块 加盖 煮开后 续煮十分钟 至猪蹄块熟透 揭盖 倒入切好的土豆片 豆腐 稍稍搅匀 加盖 煮约三分钟 至沸腾 揭盖 倒入洗净的芥兰 切好的西兰花 搅匀 放入泡发好的粉丝 浸入汤中 约煮半分钟即可食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